永姬怎么会卷了进去 永姬呢 靳忠刚送回我那儿 她状况有点不好 姐姐 我想先别让她瞧见你吧 这件事我也觉得有点古怪 我已经让江太医 替永姬把锅卖了 没查出什么 永姬今日的膳食 我也派人查了 也没什么异装 我母子被人算起了 这招真是太狠了 这件事 如今把永姬卷了进来 一来皇上更易听信 二来会造成姐姐母子疏离 姐姐有什么打算 皇上已经将凌云彻 送去申行寺了 是 凌云彻那里 自然是没招出什么 但皇上已经派人严心拷打 想必心里是认定此事了 一旦皇上认定此事 凌云彻要活着出来 怕是难了 姐姐 与其由皇上亲口下令 杀了凌云彻 倒不如姐姐先动手 或许能够让皇上相信 你跟凌云彻之间是清白的 海浪你在说什么 我和凌云彻本来就是清白的 我自然相信姐姐 跟凌云彻是清白的 但是眼下紧要的是皇上怎么想 皇上现在对凌云彻 如此地凶狠 只怕姐姐的处见更加危险 你先不要说这些 临着我在想办法 现在最要紧的是永继 三宝 陆才才 去查永继身边 伺候他的人有何不妥 皇后难道 除了这事 皇上已经将十二阿哥身边 所有伺候的人都打发走了 就查那些人 追出公也得查 喳 好 皇上 用劫呢 十二阿哥服了安神药睡了一晌午 睡醒后臣妾派人送回于妃那儿了 这孩子受到了惊吓 迷迷糊糊的 怕是也不大记得什么了 不记得才好 皇上 这事可不能声张出去 一旦声张便是天大的丑闻呢 而且您还得顾着皇后娘娘的脸面呢 她不配做皇后 杀 永济 你到底有没有看到皇后娘和林侍卫 十二弟 你真的看到了吗 五哥 真是我说的吗 我真不记得了 余娘娘 是我害了皇后娘吗 都怪我 我 永济乖 不哭了 怎么会怪你呢 这事不怪你 你先回房里休息吧 则之 主 带十二阿哥回房间 好生照顾着 是 十二阿哥 去吧 去吧 你皇阿玛那边 现在什么状况 按照皇阿玛的性子 林云车迟早是保不住了 在这之前 一定受尽折磨 生不如死 还有皇阿娘那儿 若是皇阿玛动了肺后的心思 便不好办了 好 主儿 您别急 两位阿哥一定会平安无事的 这两个孩子生下来就挺弱 一个得了风寒 另一个一定会染上的 这高日不退 可怎生是好啊 这 这皇上不是已经允许您来探望了吗 但皇上为何还不让本宫 带回永龙和永泉呢 皇上因为皇后 才把他们送到守康宫的 不让本宫押也不让本宫见 可皇上如今 不也厌恶皇后了吗 皇后已经自顾不暇了 等两位阿哥好了 皇上一定会让您接他们回永寿宫的 快 快 静忠 现在皇后那儿什么情况 奴才听说皇后娘娘还是在拼命地追查 看来皇后娘娘还是想救小林子 皇后就那么想让林玉车活下来吗 奴才也不明白 一个小林子有那么要紧吗 何况十二阿哥这儿还病着 王辗 你留下照顾好阿哥们 本宫绝绝就回 喳 川湛 静忠到底怎么说的 皇上怕是要处死林玉车了 小栗子的确可以 可是姐姐告诉皇上也没有用啊 小栗子明显就是被人灭口的 而且小栗子伺候永机膳食 这问题很可能就出在膳食上 这就是那日永机的膳本 香驯肉片 香驯野驯 我年少的时候在南方曾经听说 有人吃了有毒的野驯中毒而亡的 且驯类相似一混 问题会不会就出在这儿了 姐姐十二阿哥的膳食当日都有人尝过的 就算真的有毒 江太医也会查出来的 试菜的人不过就吃三筷子 或许吃得少没事 吃得多就容易出危险呢 容沛 你好好地去御膳房仔细查 然后再告诉江雨冰 让她去看看哪些野驯和御膳房用的相驯 形状相似 都会有哪些症状 是 姐姐觉得这样查有用吗 查下去总会有蛛死马迹 或许能救了凌云彻 没有时间了 姐姐你怎么不明白 皇上记恨的就是凌云彻 凌云彻不除 你再怎么查皇上也会认为 你是为了凌云彻而在想办法的 姐姐越查皇上越不高兴 凌云彻就越有可能受罪 姐姐也会越危险 你想说什么 姐姐如果想要除掉皇上的疑心 就要除了凌云彻 你以为除了凌云彻 就能解决一切吗 而且如果凌云彻是因为我而死的 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安心 永基也会觉得 是她的过错害死了凌云彻 那她的心结就永远都解不了了 我会好好查出来的 你可不要轻举妄动 我听姐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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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大事了 怎么了 十四阿哥和十六阿哥 昨天晚上高热耕盛 突唤清风 连太医的本来的心中啊 一起忽视了 怎么会呢 怎么会一夜之间 失去两个阿哥呢 都死了 都死了 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 花马 花娘 昨夜已命人将临车处死 他怎么死的 家官禁绝 皇后他下手倒是不轻啊 却还是便宜了他 你打算怎么处置 宫中一个贱奴 按规矩拖出去烧化就是了 花马 皇娘的清玉为死人所玷污 皇娘也脑得狠 可儿臣说一句 玉花园之事实在不可当真 事后连十二弟自己 都不记得发生了什么 永济也是病痒痒的 他见到皇后也很愧悔吧 无事的话 让他少去一困宫 也给皇后留点颜面 尔臣明白 皇阿玛 这是不怪皇阿娘了 儿臣介约 本不该置卫后宫之事 可也希望皇阿玛和皇阿娘 体同一心 不要因外人外事生了误会 彼此离心 要离心的不是真 皇阿娘一生所靠 唯有皇阿玛 罢了 皇后没让朕脏了手 也算是有心了 朕也不想大动干戈 那个人扔去乱葬岗 这件事就先到这儿 你先回去吧 是 儿臣告退 御坦 这儿臣告退 看没什么 可不可 尽量 人都想起来 如果真的有心 这个人也不是 有心 规划 人都想起来 读乳 真的有心 对 的想起来 你 我 是 皇上已经命永齐 将凌云彻扔去了乱葬岗 也算是泄了愤 这件事就算了了 再也不会伤害姐姐了 我知道姐姐要我不要轻举妄动 可我是为了姐姐好 我自问为了姐姐 并没有做错 你若生气可以打我可以骂我 可你真的觉得我做错了吗 其实凌云彻是明白时局的 是她愿意为了姐姐去死 她不希望姐姐的清白被她玷污 并以自己一死 彻底解了姐姐的困境 唤姐姐安然无恙 她还给了我一枚戒指 是她跟魏燕婉的定情信物 后头有着燕舞云间的图案 合着两个人的名字 她希望有一天这枚戒指 可以帮到姐姐 她希望有一天这枚戒指 我已经查到 勇气吃的香薰可能有问题 我能查清楚的 等我查清楚了 我能查清楚的 等我查清楚了 就还给林云彻清白了 她 林彻死前 我问过她 对姐姐究竟是何种情感 她说 有一种情感 是超越男女之情 她说姐姐懂的 她说话 她在桑梯 她说她有事 她不想出你了 我我 我保留她 她和陈云彻 她是一个小公司 我去祝福 对人家 你和平行 无关情爱 只有相知 海澜啊 我知道你那么做是为了我 可是你不该这么做 你走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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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云忠